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念了几千遍呢 我们不感觉着它的意义 不觉得 在我个人就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念这个心经 出出家的时候 一个小时就把它背起来了 经过三四十年 突然间 就觉得这句话 才真正的找到了 学佛的方向 各位想哪句话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般若录多时 下一句 召见我愿皆公 好的环境当中 迷失了自己 贪图享受 不会 他可以过做一种 很简朴的生活 可是我们说一些两句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样子啊 希望吃得好穿得好 吃好做庭客 是不是 然后有点钱又有点险的话呢 就跑遍天下 所以我们的车子叫什么 叫跑天下 有没有 现在很少看到了 那这个就是说明了 那这个就是说明了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苦胜地的这种证悟 所以我们虚耗许多时间耗在那吃喝唱跳 种种种的刺激快乐当中呢 根本我们不觉得生死的这种生命的短暂 那种逼迫感 最近有一本书叫什么 急迫感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吗 外国人写的 急迫感 他说一个公司啊 如果没有这种危机 没有急迫了要改革 急迫了要推销 急迫了要这样子的话呢 这公司慢慢就没落下来了 急迫感 急迫感 那么正道苦胜地的人呢 他就是对这生命的总觉得过一天少一天 过一秒少一秒 急急的忙忙的要把这个问题 生命的问题的 要赶紧的想办法呢 找到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急迫感 无常感 对这个苦胜地呢 我们只是了解这个名相 了解这个名相 所以我们把宝贵的时间都耗在 那些戏论 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呢 几个例子来讲 看电视啦 看那些很无聊的正论节目啦 这些许许多多打口水战的 泡掉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苦胜地 那苦不是别人给我们 不是上天给我们 也不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谁给你 没有 这个苦一切的问题来自于我自己的烦恼 所以这个是苦极灭到的极 释迦牟尼佛讲了 你一切地问 我们跑到环境当中迷失的自己 贪图享受 不会 他可以过做一种很简朴的生活 可是 我们收集两句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样子啊 希望吃得好 穿得好 吃好做项客 是不是 然后有点钱又有点闲的话呢 就跑遍天下 所以我们的车子叫什么 叫跑天下 有没有 现在很少看到了 那这个就是说明了 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苦胜地的这种证悟 所以我们需耗许多时间耗在那吃喝唱跳 种种的刺激快乐当中呢 根本我们不觉得生死的这种 生命的短暂 那种逼迫感 最近有一本书叫什么 急迫感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外国人写的 急迫感 他说一个公司啊 是理的表现 然后呢 不饮酒的是性 这个智慧的表现 然后呢 不妄语的是性 那么这个就是 戒为低安稳功德住处 那么福尽里面还讲到是什么呢 说慈戒得人生 慈戒得人生 如果我们前辈子 我们有这种不正常的这个行为 杀到隐望久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我们这生当中 我们就不能得人生 知道吗 所以我们得人生 这就是我们前世 我们有羞耻的观念 去受持这个戒 所以佛所讲这个无戒 就是让我们保住这个人生 如果我们这生当中没有修到解脱 没有关系 因为有持戒 来生一定能够得到人的身体 而不是牛生 狗生 马生 鸡 鸭 什么之类的动物 畜生 所以 这个世界上 能够得到人生 得到人生 你会说 我们世界上已经有六十几亿的人 得到人生 可是 如果跟海中的鱼 空中的飞鸟 比较起来 我们只是几千万分之一 你看那个陆地 跟水的比例 世界上百分之七十是水 百分之三十才是陆地 那么在陆地当中 那些动物 就不得了了 那个树木超过人类 何况那大海里面的鱼 所以 能得到人生的 真的是很少很少 各位 你会觉得说 我们世界上有六十三亿的人 这么多的人啊 是不是 但是比起那些飞禽走兽 还有我们看不到的 地狱恶鬼 那更多了 非常非常多 所以 你得到人生呢 这是修道的 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那么在《仪教经》就讲到说 一切的功德 我们说我们修禅定 我们修智慧 我们修什么福德 但是如果没有戒的话呢 不行 我举个例子来讲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有些人呢喜欢养那个小动物 有没有 包到身上啊 帮他洗澡 帮他穿衣服啊 有没有 那个福报比人还大 为什么 他其实照了福 但是没有慈戒 所以还是照样堕落 堕落成畜生以后呢 就变成宠物 收进人间的这种福报 让他吃最好的 享受最好的 然后也跟人睡在一起 福报很大 呵护他 这就是什么呢 全身修福 没有修戒 没有修戒 所以这个 解脱到的赤地里面 第一个 能够过道德的生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的体验